大家好 台灣跟以色列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集就要告訴大家 五點以色列人告訴我 台灣人去以色列之前要知道的事 好 第一點他告訴我的呢 就是耶路撒冷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其實也不只是耶路撒冷 就是整體以色列的大眾交通工具 就是沒有台灣這麼方便 像我們在台灣的話 我們會很習慣說去哪裡 只要捷運能到的話 就不會有什麼樣的不方便 就算捷運沒有到的話 也都有公車 所以我們已經習慣說 沒有不方便這件事情 可是在耶路撒冷的話 雖然說他有輕軌 可是他的線就只有那麼一條 而且他的速度也很慢 那他的公車跟台灣比起來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常常會有幽靈公車 就是你在Google Maps或是Movet這個APP上面 你明明看到有車會來 結果他就是沒來 而且以色列的車次又非常的少 跟台灣比起來就是 他可能一個多小時才一班 所以相較來說 如果你要在以色列去自助旅行的話 車次要看好 但是又要能夠保持彈性 因為跟台灣比起來 以色列的大眾交通工具 真的是沒有那麼的方便 那第二要注意的就是安全 因為像我們在台灣的話 會習慣說東西就放著 不會有人拿 可是在以色列的話 你沒有看好的東西 你被拿了 你真的不能夠怪小偷 好比說你去餐廳吃飯 那你要上廁所的時候 其實你的貴重物品就要帶在身上 那還有一點像我們台灣在吃飯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習慣把手機 就通通都放在桌上 那這其實在國外旅遊 這是非常注意的一點 因為你放在 就是錢不漏白嘛 你放在桌上 那小偷就會知道說 你的手機是最新型號 或者是你的相機是最新型號的 那就很容易你就成為他們的目標了 其實我也要承認啊 像我在台灣 我的包包也不會說 隨時拉鍊都拉好 或者是扣子扣好 因為就不會有人拿你的東西啊 所以像我的包包 我的錢包其實就塞在某個地方 然後也沒有說很擔心 有人就直接從我背後拿 因為在台灣這種發生的機率真的是太低 可是就是在以色列 像我們這種後背背包的都要特別的小心 那第三個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以色列 你不可能餐餐都在餐廳吃飯 因為就是非常的貴 他們的物價跟台灣比起來真的是 至少差三四倍吧 像我們可以在台灣就是外帶便當 然後一份可能就兩百塊三百塊 可是在以色列你基本上第一個是 不可能說只是為了 就是花餐廳的錢去外帶便當 因為餐廳一份餐可能就是差不多台幣一千塊 物價差距非常大 像我買這麼多也才八百多塊 換算以色列雪口也才八十而已 等於說是三個人比一個人的價格 那第四點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以色列呢如果你需要幫助的話 你一定要用問的 你不能夠假設別人知道你需要被幫助 然後會來幫助你 那我想舉個例子 像我去郵局嘛 剛剛我的號碼是466號 那我也沒有問 可是在台灣一個阿姨 這很自然嘛 她有461然後她就直接給我了 因為她要做的事情做完了 可是在以色列並不會說是你去郵局 然後你站在那裡很茫然的樣子 然後她就會知道說 喔這裡有個外國人需要幫助 因為對他們來講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需要被幫助的人 你就會告訴他說你需要被幫助 如果你沒講就代表你不需要 那這是一個文化差異的不同 所以如果你在以色列你需要被幫助的話 你就問 然後你就會發現其實 尤太人是真的很真心的 願意去幫助別人的 重點就是你要問 那第一點是最後一點建議呢 就是不要只待在耶路撒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以色列 它是一個非常多人的國家 你沒有辦法只透過一個城市 就來認識它 那我們說它的城市不一樣的風情 並不是只是像說我們台北 也有北部艾茲的種子 南部有南部艾茲的種子 在台灣相似的地方 還是多過於不相似的地方 可是以色列它雖然比台灣還要小 但因為它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從 各國移民回來的 而且就以它當地人口結構來說 21%是阿拉伯人 75%是各國回歸的猶太人 還有4%是像是 德魯茲人 貝都英人 亞美尼亞人 非常的多元 所以你如果去特萊維夫 你會覺得說 哇那邊海邊的風氣就非常的自由 很像歐洲 你去海法又有一種很特別的學術氣息 那這兩個城市 就已經跟耶路撒冷非常不一樣了 更別說是南部還有紅海的度假村的城市 就是埃拉特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以後有機會去以色列的話 不只是要安排去耶路撒冷 各個地方的城市有機會 你也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這樣子可以讓你更加的認識以色列 那當然啦也是歡迎大家 繼續的追蹤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以色列美角頻道的話 記得要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Shalom 沒有錯 我們下次見 今天呢 我們下次見